嘉义来吉村的小朋友没有了学校 而在台东县的泰玛里乡跟金峰乡 很多儿童连家都没了 从台风过境到现在 他们已经在收容中心待了十几天 身上什么也没有带 也不知道开学之后要如何上学 台东县政府赶快帮他们准备了一些相关用品 先度过眼前的难关 在世界展望会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陪伴下 台东县泰玛里乡栽区的学童 正在学做木头铅笔 有人陪伴又有的玩 他们开怀大笑的脸庞 好像已经忘掉洪水冲毁家园那一刻的惊恐 现在只想好好的玩 金峰乡嘉兰村的灾区 学童的家没了 爱心衣服送了进来 学童们赶快替家人和自己挑了几件拿回家穿 你拿这衣服要拿去哪里 送给 送给谁 送给爸爸妈妈的 不过学校就快开学了 他们的烦恼又来了 担心没有制服 没有鞋子 没有书包可以上学 还好已经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困境 开学这一道难关 应该可以度过 就是怕没有衣服 然后就是没有书可以看这样 我们所提供给他们的协助是 一套夏季的运动服 还有一套冬季的运动服 以及一套学校的制服 那么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家南国小 他们学生我们提供的就是他们 当作他们校的一个背心 另外还有两双球血 以及他们的文具用品等等 可是重建家园是一段漫长的路 学童们也不知道 还有多少难关要过 社会各界的爱心 又能陪伴他们多久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